大家一定會很想知道 到底成為戀人之後 一般情侶到底會傳多少LINE呢? 有七成的人覺得 大概每一天都要LINE 但是剩下一成覺得 一個禮拜大概有四五天LINE就好了 然後那傳多少呢? 其實好像網上就是說 大概傳十封二十封 LINE的次數越少代表越長久 可是我覺得它只是因為 久了淡了 然後有很多其他聊天的人 才會沒有傳KAMI 但是其實除了一成以外 真的都不傳 都不傳 我前夫也是不見喔 我前夫就是不見啊 對啊 他反正都住一起 對 他就覺得不行 然後沒有住一起更不傳 更不傳 都不傳 真的不傳 沒有臉喔 消失的人 都不知道在幹嘛 我前妹的男朋友是這樣 我每次問他說 欸你現在有沒有傳LINE嗎 他說喔他拜託禮拜前 其實你一個禮拜也才傳一次 那你多久見一次面 這就是日本的奇怪的情侶 對所以 那學妹她後來就去男朋友家 只好一直去她家 這種真的是 這種真的是很多 不推薦 我也是 因為我不行欸 我也不能夠一直被放任 我可能會去找別人 所以我就覺得那就是沒有放的 對啊 你就是把它放著 你就是 沒有放就是時間在上 就是要有一個空殼女朋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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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張女朋友卡的那種感覺 對 伊藤超誇張 每次我們直播用阿咪手 我覺得伊藤就這麼一直一直LINE 一直LINE 然後一直打電話啊 伊藤就是一個超級愛聯絡的人啊 我男朋友雖然不講話這個 可是他LINE也很誇張啊 對啊你男朋友也是一個 他LINE一天 我為了這個 我數了一下 我週一傳了100條 週二傳了184條 週三傳了兩半條 週四小一點67條 週五少一點50條 但我就覺得那表示梗很多啊 對就是尬流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也常在錄到 看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就蠻喘 有個有趣的東西 對 就會想要知道 對方的反應 對就想要跟對方分享 所以其實 所以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就是都不聯絡這些日本人 他們到底在幹嘛 可見 我男朋友跟伊藤是特地啦 如果你是一個很需要聯絡的人 那我真的很不推薦日本人 我覺得日本人就是 他們要的是一幅畫 他們要的是那個幸福的那張畫 在裡面我就 做好 可是他沒有用心 我不能接受那個 就是他的那幅畫 我不用進去 那我要的是我跟你 親民上沒有交流 可是他們可能不實行 他們要的是那幅畫 但我覺得有一些很神奇的 就是你見面的時候的那種 就是情侶的亞歷特地是很普通的 但他就是不聯絡 我也有遇過這種啊 然後就想說 這是怎樣 隨便罵你 對啊就是 這個也有可能是 對 跟日本人的那個交雜在 就是他是那種 他還在看 他其實內心很想要擁抱阿米 但他又覺得 啊 那個他自己糾結一下這樣 好煩喔 然後阿米又覺得 搞屁事啊 因為你背這樣你就會受影響 對啊 那時候還有一個人 那個煮飯 然後一個人回家 好傷心喔 真的 阿米很少 我那時候在幹嘛 我想說 就是不要讓自己 陷入這個悲慘的種 對真的 因為你經歷不回來之後 就會觸不來 我覺得重點是 像我剛才是學妹啊 他說他很開心 好那可以 但你如果覺得不行不行 為什麼我都一直在等他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回我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回我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我真的覺得最好 不要找這種 對 因為你就會陷入在那個 情緒裡面 已讀不回跟未讀不回這件事情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心態文 就是你不要覺得是你的問題 嗯嗯嗯 因為很多人就說 啊我是不是聊不好 我常常會故意聊得很不好 我想說 就就這種句點 你居然還回得出來 雖然還回出來 我就想說 但是他斷的時候就是 就是斷了 對他斷的時候就是斷了嘛 就想說 你終於放過我了這樣子也不錯啊 不要幫別人想你 不要想說 他是不是很忙 嗯嗯嗯 他真的喜歡你 他忙 他就是會努力 他忙你 我忙你的 謝謝再見 下次再聯絡 你要一直有那種 我隨時 我斷在哪裡都沒關係 我知道很難 你還是會多少希望 他我是希望他喜歡我的那個感覺 嗯嗯 可是沒關係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你不要覺得 那是你不錯 對 然後或者是你自己也試試看 你自己也不要一直想說 我要趕快回 因為你一直在回 你就再配合別人嘛 嗯 你也可以去 你讀不回人家 就別人如果真的好像 還蠻不用現在回的吧 的內容的話 嗯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可能有這種 好像應該要回的禮貌感 對 還有一個是如何分辨是不是真心的嗎 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真心感覺出來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人 好像有點可疑 其實那他可能就真的蠻可疑 嗯嗯 還有我個人覺得 有沒有慌亂 說那個LINE的規則嗎 如果每個人 大家都很不亂好 大家也都傳得很規矩喔 你刪我就刪喔 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亂套嘛 像我在跟我男朋友的時候 其實我也就是有過於 一讀不回他 因為我本來聊超級別的 然後我一讀不回他 回了第二天的時候 他就傳來一個 倒閉不起的貼圖 嗯嗯嗯 他就亂套了一點 然後我就覺得 好可愛喔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也會想說 到底這個人是不是 有要教我還幹嘛 所以我才一讀不回 然後這樣 那我就知道說 那我們應該是可以 可以紀錄吧 那時候以為 這次也不行了 可愛 但他現在已經 是個老賊 他現在老賊都不行啊 我就說 欸 那我們現在有在交往嗎 他說 那你有喜歡我嗎 沒有 那我們要分什麼嗎 不要 我交往已經是 兩歲兒交往嗎 就是他每一句話 都回你不是 就一定要否認 你要吃飯嗎 不要 那你要點菜嗎 不要 那你肚子不餓喔 餓 好煩喔 好煩喔 自己我就問他 然後他就說 你哭得很可憐 他就有說 你跟他交給大家 這樣子 就這些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 他說 他說 對阿 他說 他在跟我的時候 完全沒用 對阿 因為不需要用 那時候就是很自然聊天 對阿 我那時候就覺得 蛤阿 我這樣就叫他被折彎捧 結果他連稱讚我都沒稱讚過 欸 怎麼都沒稱讚耶 都現在也是耶 所以可見 你可以不用稱讚人 就可以做得到 如果那個人 他覺得你很OK的話 是不是 對阿 根本就不用招阿 那到底這局拍什麼 對阿 因為我覺得剛剛 雖然說我之前遇到的那些 日本男友很點心 對 但是他跟你交往的時候 其實是真心的 對 他沒有要就是騙你 他沒有要騙你或怎樣 他就只是 但他就是那個樣子 我就不太想要傳簡訊 對 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這種的話 那就是 這個其實無所謂 對阿 我覺得他們都用自己的方法 就是當你要交往的時候 你就不能勉強 就今天如果他是為了台灣女生 很勉強的話 那樣也很累 那樣也會讓他很累 然後我覺得老賊他就是 他其實也沒有跟別人在大聊天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就在這方面下功夫這樣子 至少他願意努力一點嘛 對阿 剛才說的那個報備的問題 因為台灣女生很喜歡問說 你在哪你在哪 對阿 因為我很討厭做這種人 就是我會 我跟他不跳一點來 但是老賊會跟我講他在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互相 就是他這樣跟你的話 我就會很自然的跟他講我這幹嘛 他就不需要問我那裡 我們也都會到底說人了 對阿 你覺得我不要Google 沒有啦 在我沒有來之前也是會講 而且互相並不會去 因為這件事情而去約束追訪 對對對 就是很自然 對因為我平常上班時間不固定 所以我都會就是自拍一張 然後說會結婚啊 之類的 對阿 就是這樣的話 然後就會說 喔送什麼 因為他已經出門很久了 我覺得他都快要下班了 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紀念 剛剛講的都是一些 他們往上講的那些戰術 以及我真正遇到的戰術 但是什麼東西都是 人跟不一樣 你就是靠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是要靠自己 而且不要管別人到底喜不喜歡 你去想你到底喜不喜歡別人比較重要 對阿 對 如果真的覺得很喜歡的話 那 那就去 對 那就去追也可以 就是跟他講說 他我覺得你讀不愧的時候 我很傻比戲 然後如果你都這樣製造的話 那就代表你們不適合在一起嗎 那如果他覺得你這樣蠻可愛的話 搞不好你們就在一起了 對阿 我教會 教導給大家很多戰術面的問題 但事實上最後還是要靠一顆真心 哈哈 最後要靠的是真心與誠意 靠一顆真心 真的沒有最心不行的 對阿 好掰掰 掰掰 掰掰 如果你們有機會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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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夫人多謝了的話,我覺得你的意思是 但我相信你會不服裝 是不是不服裝 我只是想你不服裝 就很害怕 我只是想你不服裝 日本人是一個 只要一個 但是我會不服裝 是有一個不服裝 因為我只不服裝 但我想說的話,我會 pas罵 但我會不服裝 在学生以來,我真的真的要在日子, 其實很難看 我想很難看, 晚上30分 晚上30時就在的人, 真不可能